12加4不是18 12加4是16 16加4就是20 雞有雞味 魚有魚味 牛有牛味 蝦有蝦味 你今天吃了什麼味 又來開餐了 我是阿肥 我是阿愛 今天我們新入鄉門市中心 吃炸雞磅 平常吃蛋包飯 店名是...我不用讀 原來是炸雞磅 是4月中才開始 所以非常新 我問過五月還會有 還有沒有就不知道 我是屎屁而遲 開始吃之前 大家記得訂閱我們和按下旁邊的鐘席 我們在新片的時候 大家會在第一時間一起吃包 我們已經準備好了 現在這個餐有分兩個價錢 一個是108元 一個是138元 分別就是108元 可以在六款味道裡面 選擇兩款 但138元 就在六款味道任吃 另外這個餐本身是無瓜的飲品 如果你要飲品就要額外 再加多38元 就可以任無酒精 指定有多難 我目測過了 都是30元 42元 主要是茶類和梳打類的飲品 雞的飲品 有分毛骨和牛骨 但這次已經設定了毛骨 而這個餐可以任時90分鐘 而且我擔心它 一來一定要點整份 原來它可以是逐件逐件的 究竟它能否吃到回本 因為我看到原來它有得散叫 散叫半份毛骨就是108元 但我不知道它半份是多少 哪一隻呢 另外我們剛剛已經開始計時了 計算一下 第一回合是多久才會上來 而我們第一回合是每一個味道 都叫了兩隻 哪一隻好吃 就看看 再叫 最終我們有幾個計 究竟我們會吃到多少隻 對 不知道大家可以猜一下 我們會吃到多少隻 通常都是令人失望的 我想說一來到 它都會放了一些 醃製了一些 應該是酸的 我聞到很大股酸的醋味 嗯 好 待會我來解釋 好 好 嘩 這麼快點飲品已經來 謝謝 好 謝謝 好 好快 超快 不用四分鐘 就已經離齊了所有東西 真厲害 飲品 另一個問題 究竟這雞是否新鮮炸 還是已經炸了 沒所謂 看看好不好吃 我們先想想 好 我覺得磨花果一定要攪底 因為它底有些磨花果醬 如果只喝麵是沒有味的 味道很淡 不過我先試一下原味 先試一下原味 第一碗是12隻 六種味道 兩隻 炸得很脆 不過我覺得 不算是何色炸的 很juicy的感覺 我這個洋蔥炸炸雞 可能淋了少少醬汁 那個皮就不會太脆 洋蔥汁裡面 就滲了少少洋蔥粒 但它的洋蔥味不太明顯 好 先試了芝士 這個芝士 都是放些芝士粉 在上面 看下去芝士味很香 味道上甜甜的 芝士味不濃 是一種比較甜的芝士味 我試一下辣 我挺喜歡吃甜辣的味道 因為挺香 甜甜的 說一說 你來吃韓式炸雞 喜歡吃什麼味道 不妨在下面留言 告訴我們 這個甜辣炸雞 吃下去 我覺得辣度挺香 是明顯辣的 但不至於辣到 馬上有東西 我吃了蜜糖炸雞 我覺得有點膩 因為這個只有五次 就會偏膩 我試一下 煮到雞 甜甜一點好咖喱 是嗎 但這個不錯 還有我想試一下這個 他送了一塊年糕給我們 試一下 這個年糕我覺得質感偏硬 但香港的外面有沒有 脆脆的 好像煎過的年糕 那個反而我挺喜歡的 但我覺得還是韌了一點 是韌了一點 韌了一點 清晨了這個回合 我先給我一點指標 首先這個問題 是要熱人同行的人 就是說 如果你是 單身寡人 就不需要來吃 另外最低不是兩個人吃 最低是四個人來吃 因為四個人來吃的話 就會送主吃一款 另外都可以免了一位的人頭費 OK喔 好吸引 剛剛吃完 多少隻 十二隻 再來四隻 這個就是洋蔥米蜜糖米蜜甜辣 好 繼續吃了 待會再結尾 我喜歡這個甜辣的味道 不然就有去年也在這裡 送給你 這個是相對的 剛剛的盤是甜辣的 嗯 脆一點 剛才也問了 原來這個是可以review的 對 想說我開始飽 開頭了 叫第二杯飲 我這個就是 車頂梳打 泥姿梳打 泥姿梳打 很清爽 很漂亮 還有你這杯飲料 沒錯 沒錯 原本是8點鐘進來 9點半 原來9點半 9點半已經收到 嗯 所以想吃就要早一點點來 跟著時間 我們叫了 四季 第三 都是金骨 還有這個 羊蔥汁 這一袋應該是最長的一環 應該可能它漏了 Juicy夠熱 我覺得很好 好 這個超熱 好吃 真的好吃 好了 我們繼續吃了 一會兒再做總結 好嗎 2加4 不是18 12加4是16 16加4就是20 哈哈哈哈 好 我們說完價錢 這個價錢 兩人加起來 兩位無酒精飲品的放題 就是387元 好 我們先把推介指數 阿肥 推介指數 3分 2分 另外如果我們吃了六隻 六種味道的雞 你會作A&Core覺得最好吃 是哪一隻 一起說 1、2、3 羊蔥汁 我覺得蜜糖是最脆的 嗯 而且蜜糖和雞 是很配合的 BVU都要用蜜糖炒雞 有似是 對嗎 好 你會選擇羊蔥呢 因為我覺得蠻特別 因為平時跟朋友出去吃炸雞 多數都是甜酸醬 蜜糖都會 但比較少會有這個 甜辣醬 甜辣醬 對 但比較少會用這個洋蔥汁 嗯 好 這間店有四間分店 不過是否其他三間分店都有做炸雞 可能就要向店家查詢一下 對 大家可以自行打電話去查詢一下 Facebook也可以 因為我都是Facebook問他 這個放題還有沒有的話 好了 我們這段影片就差不多完 對 這段影片到終止為止 最重要的一點會是什麼呢 正所謂食物質素可惜可跌 甚至可以突然毫無質素可移 所以大家記得適應自己承受 歡迎的人 是否認識 這段影片差不多了 如果大家還想看多些 我們關於類似的特色放題的影片 記得讚好分享 最重要是訂閱我的頻道 以及按下隔離鈴鐺 如果大家想知道我們的最新動態 記得留意我們的IGFacebook 以及WhatsApp Channel 不需要按鈴鐺 我們剛才是二、五晚上十點 準時的開餐 另外我們每個月都會做一次直播 想知道什麼時候 記得留意我們的IGFacebook 下一餐再見 拜拜